太少了 大哥这么点 你也不要收500 但你就给我个800 你还跟我整个500 你就多不好听 是不是 七八百块钱 我觉得你还能承受七八 我觉得 这个就是收500 农村大爷来乡亲 面对伸手要钱的大妈 咬定500不松口 都是菜摊上的黄菜叶 不值钱了哈 差不多见好就收吧 今天来乡亲的李大妈 今年66岁 退休金1400元 有房 要说大妈 也是咱们相亲节目的 老选手了 上回好不容易 跟一心想到插门的 张大爷牵手成功 却匆匆分手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吧 就是有点说话 有点磨叽 他说饮品倒不错 咱不能说 就是旁边毛病 懂了懂了 就是除了人品 全是毛病呗 要说李大妈 现在的日子 也是其虑看上门 笔上不足笔下雨 别看大妈 现在吃穿不愁 曾经却有一顿 不堪回首的婚姻 前夫白天喝酒 抽烟 打麻将 晚上回家打媳妇 打酒瓶子 那都打的 无数遍了 那都不能说了 搞玻璃瓶子 没打着我 往我脑袋上 打没打着我 打那玻璃上 玻璃掉下来 把我脑袋 差 逢四五六针 为了两个孩子 大妈一人在人 没成想换来的 不是回心软意 而是变本加厉 最后吃喝嫖赌 算是全凑齐了 自己在外边 逍遥快活 老婆孩子在家二的 前胸贴后皮 一年挣的钱都不够 都不够吃两钱 是可忍熟不可忍 最后大妈放弃了 这段毫无意义的婚姻 离婚后 便带着两个孩子 来城里给人家当保姆 如今孩子们 都已经成家立业 大妈终于可以放心的 没开二度 通过几次失败的相亲 大妈觉得 城里老头套入身 她要回农村 找农村的吧 我现在能养点啥 我能活动活动 总在这场子吧 就是说在这楼上坐着 也没啥意思 了解完大妈的 则偶标准后 红娘给她找到了 拆迁大货留大爷 俗话说 拆子一喷 喜提大奔 房子一搬 怕拉没拉 一听大爷手里 攥着不少存款 大妈那表情 就像叫花子接彩球 洗疯了 脸头表示 这老头我喜欢的很 瞅着干净利索的 瞅着还行 虽然手里有不少钱 闲不住的大爷不仅 中国店 还养了不少鸡 大妈也不拿自己当外人 坐地化身女主人 表示过年的时候 杀两只给红娘送下去 死话一出 大爷吓坏了 这老太太能够加吗 再瞅瞅这苗梅化眼 小波浪 大皮草 怕是养不起啊 不腹 太吃饱了 地地都-咱们能成章 别迷 Interesting 别长达 别打 talks 虽说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可就怕 那蛤蟆靠青蛙 穿的不花完的花 毕竟 大爷已经在这条路上 吊过坑了 为了这该死的爱情 大爷放下世俗的眼光 倒插门做了上门女婿 结果活没少干 力没少出 还帮着把老太太的饥荒还清了 没成想这老太太就投胃不保的饿郎 又惦记上大爷的拆钱款了 真是吃了五位想六位 贪得无厌啊 自己不差钱 却又伸向了老头的腰抱 看着从老头身上乍不出钱来 一拍脑门了 直接把大爷扫地出门了 这回有了前车之鉴 大爷就想开门见山 有什么要求 咱摆在明面上 这意思你就是说啥呢 月月给我点 给我 能不能给一千块钱零花钱 真是拉屎啃鸡腿 亏你张的开口 还真把自己当腊肉来卖呢 价格一出 大也沉没了 这比我前面那个还要狠啊 我看你是寡妇四春 想得很美 既然这买卖是你提出来的 那就别怪我跟你讲奖家了哈 一月多钱 一月就给一千对你 一月一千 一千多年 我还得帮你干活呢 干活呢 能不干吗 你说你活 你这么低不是活吗 那不得干吗 养地养地都得失败了 那我还能做胡子 我说大妈 你是过日子来的 还是来做劳工的 两个人过日子就你一个人付出吗 虽然觉得不合理 大爷还是做出了妥协 一千肯定给不了 打个折吧 你不能说一分钱不给我吧 是不是啊 你说一口吧 我听听 行就行了 不行就拉拉 说 那什么 一月收五百 五百 五百太爽了 大哥这么点 你也在收五百 但你就给我个八百 你还更整个五百 你就多不好听 是不是 七八百块钱 我觉得你还能承受七八 我觉得 你得这 这就出五百 本想跟老头谈个中间价 结果还是老鼠怕香炉 碰了一鼻子灰 最后两人因为嫁合 没谈拢香心以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太标准了 哎呀 我觉得我跟你说 太标准 就是非常符合你 哎呀 个的形象哪方面 那就简直就是完美 哎呀 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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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美的我有点招架不住 招架不住 太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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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四岁 颜空大妈来相亲 看见帅气大叔 瞬间化身恋爱脑 直言对方太完美 哈喇子 更是引不住支柳 不图钱不图房 只图你做我的心上眼 与我恩爱缠绵到永远 究竟是怎样的大爷 把大妈 你的如此神魂颠倒 光顾所有 老铁们点个赞 咱们借着往下看 天空一声巨响 大妈闪亮登场 杨大妈 今年六十四岁 每月收入六千元 有房 其实这不是大妈 第一次来相亲了 上次大妈相亲 遇到一位大爷 只因对方长相不合眼缘 遭到大妈各种嫌弃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水平高啊 虽然大妈自己长得不咋样 但人家在择偶方面 也是有自己的要求 颜值这块 那可是必不可少的 根据大妈的要求 红娘很快就找到了 合适的银选 天空一声巨响 大爷闪亮登场 黄大爷 今年六十七岁 每月收入一千六百 乡下有两间小平房 红娘一看到大爷 就引不住惊呼 这大爷长得那叫 一个高大魁梧 一米八五的个头 光看外表 还以为 大爷只有四十多呢 大爷 你好你好 你好 这也太高了 你多高啊 我一米八五 一米八五呢 对对对 那好像小矮眼 是在你旁边 我不种 你咋不种呢 我也不会种 也种不好 完了我不是就是说 我越开工资的话 我上这个镇上去卖 买菜啊 买菜 哪也跟农村自己买菜的 买菜更好 省心 他们这都原下了菜之后 那个大集上 集上卖的很便宜的 都快放我去 三块两块 那你这地现在最小园的 给谁种呢 我地的 我的工资不低 低 很低的 多少啊 不到两千块钱 你算了 这个生活方式怎么办 现在是能开上一天几 一千五六百块钱 我还属于社保退休 社保 就是你自己教的呗 对 够花不 够花 蛮可以够花 改这地生活 所以说我在城市 我就不想在城市 在城市消费多大 连物价多高 说起自己的折偶标准 大爷直言 自己的海拔在这里 想找个子够 做事利索的女人 陪自己共度余生 干净利索的 就是说说话到 或者看开一点 不磨叽的 必须得一米 一米六三 到一米七二 一米七几都行 有演员的情况下 就是说也不至于 就是非得要求 一米六三一项 这也不是绝对的 这也不是绝对的 虽然咱大妈的身高 没有达到大爷的标准 但不影响红娘 继续给两人牵线 这不在红娘的安排下 两人终于见上面了 这真是渔府赶上渔训 猎手赶上兽群 绝对的惊喜啊 进来吧 进来不用脱鞋 我们家一楼 不用脱鞋 一楼 你好 你好 这么年轻 年轻 好像 我的小成绩 是 你可太年轻了 不像想下的 不像想下的 可以差 好像是 这些的企业的人员 那啥 大哥以前是 在那个长春做 怎么说呢 法律工作了 法律工作了 只是因为 在阴群中看了大爷一眼 大妈的这颗方形 就这样沦陷了 问起对大爷的第一印象 大妈呢 是十万分的满意 直言对方 不管是身高 还是长相 都堪称完美 这哈喇子 都空着不足地往下躺 但是个儿就是小点 你不是昨天也和我说了吗 你说只要人好 其实身高也没有那么严格 对不对 对对对 这太标准了 哎呀 我真的我跟你说 太标准 就是非常符合你 哎呀嘛 个儿呢 形象哪方面 那这就简直就是完美 哎呀 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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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就像那个开门大吉 开门大吉 完美的 我有点招架不住 招架不住 太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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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还羞 还还羞 坐那儿吧 坐 反观大爷那边 对大妈并不是很满意 大爷觉得 大妈的个子太矮 跟自己站在一起 不知道的爷 还以为 这是妈妈领着大儿子出门 虽然大爷对大妈的外在形象 不是很满意 但是自己如今的条件 也没什么好挑的了 还是坐下来 捞个五块钱的天吧 我们俩来 我那边距离太远 我这里拿 但你这不又不是 你这边距离太远 来 来来坐这 来坐这 行行 我给你安排 坐这 你近点是吗 要不然 在那儿隔着一个桌子呢 那感觉 感觉到刀鱼 不行 婉旭啊 问我就是啥想法 我第一句话 就是说你太完美了 就挑不出毛病来 就是谁看你都能相中 就是你对我 反之 啥看法 说啥要求 大妈这含羞带妾的样子 还真有种少女怀春的样子 还没等红娘行动 大妈已经自顾自安排上了 自己跟大爷的位置 那自然得挨在一起 至于小红娘 哪边两块哪里逮着去 一看见大爷 大妈这张嘴 跟抹了密似的 赞美的话 巴拉巴拉就往外冒 还真是过年的嘴 竟说好话了 大妈是这边 内心汹涌澎湃 心头小路乱窗 但是大爷确实相当平静 直言大妈的身高 确实不符合自己的要求 这还真是仰地里穿老虎 一想不到啊 对方的要求 原来说句话 跟姑娘我说了 我说这地得一米六以上 一米六三 或者一米六三 我没有那么高 我也就一米六 你有一米六吗 一米六我好像是 好像你没有 我原先一米六 这四个好像紧紧点 差不多 差不多啥 你站起来比一下 你看 我也知道 这你那么高 谁能跟你 你得一米八十多 我 还一米八五 现在也不为了下一代 也不为了颜值 主要就是把人 一个心眼好 人品好 你太完美了就是 我太完美了 对对太完美了 我真不是夸 就背后你们都出 我跟那男 我跟那男 大妹妹说这个话 也确实 一般的人 女人看着我 反正都能喜欢 都能相同 都能相同 看大妈身材还小 还以为没有一米六 没想到 看看达到了大爷的要求 不过就大爷这体格子 一米六和一米五 在他身边 压根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一副 小鸟一银的模样 在大妈的一声声赞美之中 大爷逐渐迷失了自我 小尾巴也翘到了天上 而大妈这边 已经彻底沦陷 一颗心都挂在了大爷身上 别人都是卯足了 近往城里搬 大妈倒好 只要能让他看着大爷的 帅气永远发笑 别说农村了 就算是猪猪圈 他也乐得喜自知 身体有没有什么毛病 我三高全没有 三高没有啊 一天我们就锻炼呢 但我愿意跳广场舞 那道龙村肯没有广场啊 我整个 没有拉到 我还得走圈不一样 我们走圈也行 这个我还想 跟我差不多 你们的臀子没人领了吗 没有 就你们的臀子 也没人张了 没人张 你像你成天跳广场舞 那也没有跳广场舞 我上那个 我临路一级 我组织臀子那些 我不给他们活动起来 眼看大妈已经彻底失去了自我 小红娘也是赶紧提醒 大妈立刻别迷糊 这经济条件可得先谈倾吐 虽说大爷的工资并不高 但是只要咱大妈乐意 不但啥都不要 还主动到铁 资并不高 你应该有 我给商业退休 我两千四 那讲来的咱们的生活方式 怎么生活呢 那就过日子嘛 就心往一块地想 花呗 反正我这工资就拿出花 待会儿花呗 没啥买啥呗 但是我 你这种心态很好 再一个就是说 假如说咱俩处好了 能走到一起了 你还需要点什么呢 我啥会不行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啥想法呢 主要人好就行 人好 这就是财富 你知道 听到这话 大爷也是喜笑颜开 这样的不图钱不图房 只图我有一幅好皮囊的大妈 可不好找了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大爷一看大妈这么敞亮 这还有什么不乐意的 不过啊 大爷这边也有一些顾虑 在城里租惯了的大妈 是否真的愿意跟自己回农村 能走开 能干线 能走出去 我上哪都行 我无钱无钱 上哪都行 我啥要 谁没管 我没干 你农村有房子 有 前后圆子啥的 我这顿饭有点葱白 我就吃饱了 我还愿上农村 但冬天得回 冬天上这楼 这楼是我名 我的房子 你冬天咱们得上这 冬天农村条件不行 多冷啊 我给农村住过 夏天会农村 你说这个可以 路相随俗 我到哪都好 我到哪都能干 我还不会 这脚 这埋着 我还不娇气 咱也从苦日子过到现在 这个经过咱都值得 所以到哪 完全都能适应 因为他足居 足居 说句老实话 就是常年感受 我也能 就是我没 我俩处好的时候 就常年感受 也没关系 65 60 现在30了 一平米啊 交了亲奶费 26 26 30 36 我才1000多块钱 我买梅 还花2000多块钱 现在没费呢 我才1000多块钱 那也不用你 不用你 我们都哥哥都有 你说亲奶费 也不用蛋 不要不要 用他 叫1000多块钱 一年才那点了 一月才购100块钱 咱也都舍出来了 咱都不是谁拿都没事 我也不行 我拿也可以 这个东西就啥 就是说明这个人 能把这个话说了 他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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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落花开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无异 最后大爷大妈 呼唤了联系方式 大妈更是寝着 把大爷送下楼 以一不舍 跟他到了别 你俩就那个 好好聊一聊 然后好好处着 我就 我希望早点就收拾 你俩好消息 行吗 有啥好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我 行行行 那俩咱就先走 对 走吧 谢谢 好 再见 送走 能不送吗 能不送吗 送 送君千里 终有一别 注意安全慢开 没事 看省得我们电信你 没事没事 慢点开 拜拜 拜拜 慢点 咋的了 我还能能处去 能处去 比一下就给 哎呀嘛 开着大月也成 希望大爷大妈 能幸福久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看老年人 相亲视频的朋友们 上点关注 下点赞点 幸福与你 常相伴 哎呀那床底下 还老多了呢 不太爱吃神 你现在是咋想的 咋想就咋说大哥 咋的 大爷 来相亲为啥不说话呢 把红娘都整不过了 买卖不成还人意在呢 那大爷究竟在想啥呢 郑吉辰 郑大爷67岁 离夜 退休金每月3900元 住房面积70平米 多大 接近70平方 就是算70平方 有这五座 咋没跌背呢 我天天不跌背 跌背习惯呢 那对 大爷说平常家里就一个人住 也不来人 因此就很随意 不光是不喜欢捏背 衣服也放得很随意 就是 有希望的 希望我也卖店 就放在这点 再就是有些那个棉衣服啥的 像这余用服啥的 之所以大爷把冬天穿的棉袄 也随意地放在床上 一是穿的时候方便找 一目了然 二十衣柜里都装完了 如此注重穿衣打扮的正大爷 究竟是干啥工作的呢 大爷是工商行司机退休 专门给行长开车 也经常跟着接见一些领导 因此大爷从年轻 就非常注重穿衣打扮 不仅是衣服都不便宜 而且一年四季的衣服裤子特别多 大爷说无论是上班 还是已经退休了 到哪都得打扮的历整点 正所谓人靠衣服马靠啊 早在八年前 郑大爷就和前妻离了婚 大爷说一个人的日子真是煎熬 饭吃不香 平常只能与电视为伴 那如今的郑大爷想找个啥样的伴呢 了解了大爷的择偶要求 红娘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戴姐 戴大妈59岁 丧好 退休金1700元 打工收入2300元 现在租房住 这是你的房子吗 我租的 租的房子 租的 那你自己没有房子呀 我自己的房子在归 这个店是那个平房 戴大妈在老家有一个平房 后来就到四平市帮儿子看孩子 现在孙子已经长大了 大妈就搬出来自己生活 那是烧烤店 你现在是烧烤店打工呢 那打工的 戴大妈是个闲不住的人 从参加工作到现在 大妈就一直没闲着 原先也是在幼儿园食堂 那你年轻什么时候呢 年轻是过一点水泥的 水泥厂 那不是买完以后 给个人打工 必须开的少 才开1700 那现在个烧烤店能挣多少钱 2000多 2300 如今退休金开1700元 但也够她花了 之所以她现在还在打工 就是因为自己闲不住 还不像人家又会 跳啊 会留啊 咱还不行 不爱好那玩意儿 戴大妈勤劳能干 可是一到晚上一个人的时候 大妈就觉得孤独和害怕 如今的戴大妈 对找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学四平 我不能往远走 退休金利 有保障 要你演好演变好就行 戴大妈想找一个人品好的男人 而郑大爷想找一个合演员的女人 那他们会是彼此所要找的人吗 彼此介绍一下 我姓戴 我姓郑 你好 一见面 戴大妈对郑大爷的 第一印象挺不错 演员算是咋的 还挺 还可以 而郑大爷对戴大妈的印象 却截然相反 长相一半 他不长背 他好像有半 皮肤又粗糙 就这么大 这一个人这衣服 这衣服这么多 比我里都多呢 我爱穿了 你这棉的叼的 穿啥的 你这些衣服 你到底这些衣服 那床底下还老多呢 此时的正大情绪都不太高 也不爱自生 他心里一定在想 亲爱的小红娘呀 说好的给我找个颜值高的 看你找的啥玩意 说不定只有三高 但来都来了 总不能往门外脸嘛 刚一坐下来 麻将桌就吸引了大妈的注意 一看就是麻将桌 会打麻将 会打 会打 但是四平的麻将一把没玩过 退休了之后 最后打了学会的麻将 麻将那我不喊你 我们说嘛 你这个年龄能打 这样就没你最少没问题 没想到大爷爱打麻将 在大妈的心里并不是缺点 甚至还证明了大爷的头脑灵活 看来大妈真的相中 郑大爷这个人子 接下来大妈主动说起了 对以后生活的想法 咱们这个年龄呢 就是度过后半生 都不是说的 今天过两天就走了 明天过两天你就不干了 咱们把都有退休兵 是不是啊 那四五千块钱 够活 够活 是不是啊 互相理解 你扶持我 我帮着你 就是两后半是个小伙伴的 对于带大妈的态度 郑大爷会赞同吗 为啥他都不爱自生呢 同意一直也像不太爱这生人 嗯 大大哥 你知道你心里到底是咋想的 咋想就咋说 大哥 啊 丑丑这把红娘挤的 郑大爷为何一句话都不说呢 他心里究竟是咋想的呢 沉默了半天之后 郑大爷终于说出了原因 听他一说这话吧 也挺实在 不究竟 可是处 可是不处 不得有交代 这么来说吧 不是 不是那么信天 就是还是怎么 还是站在演员上了 原来郑大爷一直在纠结 他觉得带大妈一看就是性格开朗 能跟自己过后半生的好女人 但插在了演员上 经过再三考虑之后 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第一感觉 没有啊 他哥俩就当了 朋友想做吧 对 最后两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老铁 对于郑大爷的做法你赞同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今天的相亲到此结束 明天红娘给大爷接了一个非常注重保养 皮肤状态也特别好的大妈 咱们下棋不见不散 这个当兵 这个是咱当兵的时候 不少呢 这个是给后勤了 这个就上后勤了 这就是咱在春世班的时候的照片 对 那上是三级 三级出师 然后啥时候生在二级 就是回来到地方 完了我上长风和明大路那会儿 出师班 这个是 你这都是人设的带钢印的 对对对啊 二级朋友是吗 对对朋友是 二级 二级就是什么了 就是可以就是包和食品都和了 大妈声称年纪大工作不好找 不想努力了 想找个老头养自己 这也太实在了 没想到大爷比他还实诚 这是我见过最实诚的相亲现场了 今天来相亲的是盛大爷 今年64岁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水平高啊 大爷年轻的时候是部队里的炊士兵 不但有着一手好厨艺 更是拿到了二级厨师证 哪个大妈要是嫁给大爷 以后只需要坐着等吃的就好 甭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 或是水里游的 大爷都能给你整个色香味俱全 天天都不带虫样的 就是做菜也要一样 穿衣也要一样 也要一样 看出来了 我觉得一路上打听都说了 那邻居都知道 说得可怜也美了 那是 你真看着他当兵了 你这是背啥的 我干啥都要一样 干啥都要一样 一般的我们这个跟家 你当然都知道 这不是实行吗 我看都算 我说给我们家老伴买一个 完了就说啥不要 他愿意买你哥也买 老伴咋老伴不愿意穿呢 他不愿意穿 你愿意穿 我愿意穿也穿 他什么钱 咱们不心疼钱呢 我也心疼 心疼吗 但是我出门吧 我愿着那的 我也要穿 我这几乎得钱一千多 这事一千多呀 大爷不但手艺好 对穿衣打扮也十分讲究 什么实行大爷就买什么 花起钱来那叫一个随心所欲 对自己尚起如此 对老伴那更是没话说 那叫一个掏心掏肺 很快红娘就给大爷安排了 孙大妈 孙大妈今年55岁 没有房子 真是耗子追猫 理想不到啊 往常都是南方净身出户 这会赶上大妈净身出户了 这属实是把红娘惊到了 房子是那个 就是喀伦什么郑正府 郑正府家属楼 然后就是我家亲属 我熟的房子 他以前在郑府上班 然后上别的地方买楼去了 这个楼这不二十多年了 他漏水啥的 就让我这块给他看着 就给你出的房子 对对 那那个他自己的房子在哪块 我没有房子 我离婚以后啊 然后我自己以既成出户了 孩子 我姑娘归他爸了 往往就自己出来 但是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大妈真是实在人 年轻的时候吃足了苦 受够了累 现在年纪大了 钱也不好挣了 就想找个老头把自己卖了 换下半辈子的安稳生活 第一 之前我家还小 在家经过孩子里的 离婚以后 然后我就自己出去上班 养自己了 搁那个纸壳厂 就咱们拎那个手梯兜 胡那个手梯兜 还有那个紫菜那个包装 贴标啥的 就贴那些 还有就是 扶楼厂 那个瓶子 那个生产的瓶子 装那个西洋铺子蛋 反正啥呢 就是一直打进工 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找工作也费劲了 这年龄啊 除非打扫尾生 或者是找个帮厨什么的 你要说那啥的话 55了 根本就不好找 这工作 我刚想 我我就习死找个老头 找个老头养活 第一次见面 为了给对方留下的好印象 大爷可谓是把自己的拿手好戏 全都拿了出来 这顿饭要是把对方吃美了 自己的幸福生活不就开始了吗 他那个个儿又矮 然后又瘦 整体上看 他那脸就是看着就不是那啥 如果这个人个儿又高的话 是不是整体上 看可能就长下去 丑了就过 就丑了就那啥 整体上你一看 肯定是 个儿小又瘦 他肯定就不大眼 我丑了还行 还可以 他个头挺好 个头挺好 个头走道了都行 他得有一米 一米六十七八八 你一米七二 光脚一米七二 一米七二 你俩刚才王弃 抓你的时候 你没感觉出来 他比你高半头吗 看着这照我高 高那有 有增大块 有 有万 有 我还穿这个鞋 咱这咋带 这带根的呀 嗯 这这 带根还不说呢 我的鞋里 这这后边又加一些东西 啊 这一块 啊 这没加多少 银状是这样的 那我不说了吗 银状没有时间是那个的 我素质好 你就是出门 你就是什么机关 咱上哪儿办啥事 咱不得卡了的 不得模糊 喝的还 还得准上 这真的呀 当一见面 大妈就对大爷的外形不太满意 更重要的是大爷看着就比大妈矮上一大截 这也是大妈最介意的地方 大爷对大妈还挺满意的 虽然自己身高并不出众 但是自己人品素质的方面都挺好的 所以大爷并没有因为身高问题自残行贿 大妈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 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咱既然是来找钱包的 那对方愿意养自己就成 咱也不能要求太高 不能既要还要 真是瘸腿的跑赢了 飞毛腿一想不到啊 钱包还猛夸大爷厨艺好 没想到这关键时刻居然把大棒骨顿糊了 这简直是啪啪打脸 好在大妈也不在意 毕竟马有尸体 人有尸首很正常 那个没事 那大骨子要是掉链的 有点上茶了 一会儿整着就好了 是 我说这闻成啥时候成 整啥大骨子呢 咋整菜了 整多少菜啊 基本差不多十个吧 十个是吗 十圈十美嘛 十圈十美 整十个是不可这样的闷着 哎呀呀 白瞎了 擦遍 擦大火啊 相信那个叔的手艺 指定是能给他整过来 太子没啥菜了 我看看啊 周叔 这个区域上可在里头呢 都摆出花样的 那可这是 一心一心找个老伴 对今天相信这个事 叔是挺重的 对 筷子这方呀 这个是招待贵宾的那些筷子 不看招待贵宾的和这啥区别 这不一样 招待贵宾的是带钻的 对呀 大爷不但做得一手好菜 还懂得搞浪漫 做菜就要做十道 寓意十全十美 就连给大妈用的筷子那都是相钻的 可见诚意满满 大爷这真是石头刻碑 竟说实话了 听到大妈不抽烟 大爷也是不打自招 表明自己有抽烟的坏习惯 之所以家里见不到烟灰缸 那是因为被自己藏起来了 不过大爷也说了 如果大妈不喜欢抽烟的 咱也不是不能见 大爷可谓是为爱不放弃 努力就现在 说到自己家的财政大权 大爷那是相当有觉悟 除了化肥农药的钱 所有的钱自己全部上交 老婆是天 老婆是地 老婆的快乐最重要 这样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干得了重活 打得了流氓的男人 真是不多见了 大爷对大妈那是一心一意 也想跟大妈相处看他 这没进一步落 再进一步落 可能被人杀了很多事 你觉得一会儿进一步落 我进一步落 我说你村里有多少 给我多少 早上我还能做饭 你条件都犹豫 熟识物我还能熟识 我要是干活 我要上山 假如上山干活 你看着我干着 你那坐着我站着 我就抱这个态度 那还不上地来 那吵着更上 有话忘记 玩呗 跟家里干嘛 那你小老伴干啥呀 爱不用他干 就是 找个伴到了磕 太孤单了 真是孤单 互相有个陪伴也就是 真是 对我印象咋样呢 挺好的员 还行啊 这边挺好的 那行那就出事 我没啥意见 真的 但是大妈看起来似乎还有一些顾虑 虽然大妈对大爷的人品各方面都挺认合的 但就是大爷身高这坎怎么都过不去 大妈你不会是想找有颜有钱的高富帅 还要人家白吃白喝供着你吧 有着实力的大爷肯定长年轻貌美的去了 何必掉在你这棵老树上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看老年人相亲视频的朋友们点个关注 不要错过后面更多精彩的内容 你也可以拿出一部分生活内容 是不是 我说不可能 我找个对象 完了再跟你挨一句 大爷相亲要求多 条条框框硬生生列出几条标准 皇帝选妃都没这么多事 说起这个大爷 估计大家都有印象 则有要求从身高到体重 从年龄到女方的孩子 那是每一个都有条件 三千块退休金跟一个月开三万一样 上次两个大妈她都没看上 这不 红娘又找到两个大妈 今天高低的给大爷介绍成功 第一个大妈姓张 张大妈今年55 月收入三千块 有房 两个女儿都未婚 两人刚见面 大爷对大妈还挺满意 觉得大妈一看 就是那种时刻过日子的类型 印象感觉她是挺面相挺善 好像应该是贤妻良悟 那一类也得出 演员过关了 那就对比你的那些条框吧 大爷上来就问了大妈家庭情况 你是你家庭状况是什么 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大学毕业上班 都上班 都成长了 没有 听到大妈两个女儿都没结婚 两人的气氛有点小拘谨 但是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毕竟大妈两个都是闺女 嫁人也花不了几个钱 所以大爷开始询问大妈跟前夫还有没有联系 听着大妈跟前夫没啥来往了 大爷可算松了一口气 谈完感情再谈钱 这咋也得听听大妈的经济情况啊 搞实体还是开店 你先前开饭店了 后来生意不太好做了 对手去了 开了能有二十年吧 大爷一听大妈是干事体店的 现在泛起了嘀咕 你就没养老保险啊 你那个养老金这一块你是自己浇的 没有 就是因为我家我家是乡下的 乡下的 嗯 就是周边的那边是吧 不是双养的 双养的 大妈本来就是从农村来的 对自己相当不自信 当大爷才不管这些 追着大妈们 你们好像都很注重养老金 没有养老金 不是 也不可能 我就随便问 我可能都是没有别的收入 听到大妈没有老保 那医保你总得有吧 那个医保教我们教自己 医保人必须得教啊 自己教 现在都自己教 两个总得站一样 好在大妈确实是教了医保 大爷这才放弃追问 开始打听起大妈女儿们的工作 说起两个女儿 大妈很是自豪 两个女儿都在上海工作 两个上海 一个上海 两个上海 两个上海 那你现在就自己 在家里住给她一个人住 我自己 可是大爷只听到了 大妈自己一个人住 瞬间来了兴趣 那是楼房了 多少瓶呗 一般用个四五十瓶就行 八十多瓶 八十多瓶 因为她这个负担太重 两个女儿结婚 在上海买房 那一般的我跟你说承受不起 大爷 人家女儿结婚还用得找你买房吗 你看你慌成那个怂样 谁家闺女结婚 还让老母亲买房嫁人 大爷表示自己 现在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有劳保没负担 所以她就想着找个老太太 过二人世界 大妈一听 这还不简单 自己两个闺女都在外地 一直都是一个人住 二人世界 分分钟满足你 能够二人世界吗 我干嘛 我就一个人 也能够二人世界啊 我就自己 目前看起来 大妈非常适合大爷 但是你们以为 这两人就这样成了吗 并不是 炫了两极妇的大爷 开始哭雄了 大爷相信 就想找个免费保姆 不光亲自制定了七条标准 还要求大妈每个月上交生活费 这么算计的男人有人见过吗 还想跟大妈玩一首AA制 你出去喝口茶逗得花钱 现在找个老办一毛钱不想掏 这不 大爷开始挖横问起了大妈工资的问题 你对工资这一块有什么要求呢 工资啊 假如说 谁都喜欢 条件好一点 是不是 谁 谁还都喜欢管钱 是吧 都不是说 管钱不管钱 管钱那都没事 那你就说 谁 谁呢 我就喜欢 各的 常日的 谁都 爸妈也是个直性子 是啊 谁找对象不想找个条件好一点的呢 爸你又是叹性的问 三千块钱工资够不够花 谁料大妈直接打脸大呀 那您觉得 比方说要是 那个像我的 这个三千一的话 那就是 给你了 这生活费能够吗 够不够 够不够用 三千一的话要是 只能说是够生活 你说是不是 那你看 就是这个工资来讲 只能够够生活 你买点菜 买点薰点薰点 话给你 你说 但 有时 家里日用 没有说你得拥有 那就三千多块钱 你现在 根本都 是不是 现在你也应该明白了吧 三千块钱 你算什么有钱的主 其实也就够个吃喝 装的二五八万一样 你可收敛收敛嘛 可你大爷终究是你大爷 那我的钱 不过不还有你的钱吗 你拿出来 咱俩一起花 比方说 那你的公司 你也可以拿出一个 生活 对你 是吧 我呀 你可以少量拿点 不是 拿什么一千两块钱 或者两千块钱 也是吧 这不就一千五 就够不够 比方说的好 那你就是不可能说是 我不是 我说不可能说就是我找对象 往来再跟你挨一句 那就是 不是那不是挨一句 不是我说就是那个好像是 那就是没啥意思 那就没啥意思 大妈一听大妈一听大爷的话就明白了 老头是个啥样的人 你这让我去伺候着你还要自己掏生活费 你怕是做梦没醒的吧 这种处处想占便宜的大爷 真的是见太多了 自己啥都不想付出 还要求大妈啥都付出 你直接入赘的了呗 大妈私底下也吐槽大爷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一个大佬那么努力了大半辈子了 跟自己现在赚的钱差不多 那跟他过的意义是啥呢 感觉他条件不是很好 差一点是不是 条件太差了 三千多块钱 想想生活费什么都在那 好像不能够 于是大妈决定结束这次的相亲 这不 红娘给大爷又奉献接了一个苏大妈 这个大妈今年五十五 月收入两千块 一个儿子已经结婚了 红娘啊 你看我上次就说了吧 老头就想找个看着年轻漂亮的 这不 大爷一看到大妈 那是一见钟情 更是直言这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 尤其是大妈说 他想找个能一起过二人世界的人 大爷心里那是一乐 跟他自己的想法完美重合 啥七个条件八个问题的 这时候大爷把所有的都抛弃了 现在就一心一意的想跟苏大妈过日子 原来那个标准 找对象的标准 我都跟他们说了 我标准还是挺高的 但是今天看到你的之后 你就符合我那个标准 是吗 大爷这不说不要紧 一说七个条件 把苏大妈说的倒是好奇了 究竟是什么七个条件 那您就有啥标准 我能听听吗 您可以听听 我可以跟你说 第一呢 人体要好 心里善良 第二呢 气质和颜值 都要上乘了 第三呢 有独立厨房 子女独立生活 第四 自己 大爷一听 那哪里敢真的说出来啊 他真真切切的 知道自己有多可谱 这让大妈一听 好形象全都破坏了 这不说了几条 正常的就不愿意 接着往下说了 有时间说 那个不如拍回马屁呢 那对于大妈 只有两千块 大爷更是直言 这都不是个事 大爷遇到一见钟情 什么七个条件 统统丢掉 提起自己的事来 更是事物俱细 巴不得从出生 讲到现在 让大妈了解 她是个可靠的人 可是大爷喜欢 吹牛逼的事 大爷瞒下来了 对于大妈工资低 大爷直言 他要上交工资 但是对于大爷的 这三千一百块钱 大妈并没放在心上 他更想了解 大爷的业余生活 平时有啥爱好吗 平时爱好 以前吧 总出去 跟我爱人出去 一出去吧 一上海南吧 我就心吧 我就那啥 后来之后 他走之后吧 我就没出去过 我平时爱好呢 就是 没事的时候 听听歌 完了之后呢 看个书 我一般的每天 听半个小时的歌 那个一般我都听 那个流行回响 完了 看半个小时书 然后呢 就是没事出去 到江边去 玩了之后 看看新闻 完了 有下棋 看了下棋 好在大爷 没啥不良事后 对于以前 大爷喜欢陪着 前老伴侣旅游 放松放松 现在就自己一个人了 大爷更多的是 自己在家 没事做 就跟邻居老头们 下茶象棋 对于自己的为人 大爷觉得自己 是个非常专一的人 所以跟自己在一起 可以完全放心 没任何乱七八糟的事 我是很专一的人 我一旦看准了你之后 那就是说 基本的这辈子 谈起自己跟前 老伴相处 那是特别疏心驾驭 我性格我没啥提醒 我一般的包容性太强 说到这个 倒是引起了大妈的共鸣 大爷看着自己的女神 喋喋不休 在一旁连连附和 你喜欢啥样的 我就是啥样的 但是大妈 并没有在公围中迷失自我 她跟大爷一样 都挺在意金钱 这不 对于大爷一个月三千 大妈对大爷的积蓄更有兴趣 直接问了出来 可没想到谈起这个 跟摸到了大爷的密码一样 大爷坦言我的钱 就是我的钱 你的我也不惦记 你问这个有啥用啊 我又不给你 没有什么积蓄什么呢 积蓄啊 不是 咱就是那个养老金 我可以全都给你拿出来 就是交给你管都行 积蓄呢 咱就不谈那些 那个跟积蓄也没啥关系 就说有或是没有 那都没关系 跟他说真成了 说一家人了 他就是找你那 你拿卡也做 放我这也行 你约给你 给你三千一也行 我说你卡也说放你这 你约给我三千一也行 都可以 跟他在一起就这三千块养老金 多了你就多花 少了你就少花 反正别的是一毛钱没有 你惦记我也不给你 就这样 苏大妈满意极了 知道老头有存款就行了 在一起以后 有的是时间网出扣 大爷看着大妈对自己的态度 更是趁热打铁 想要跟大妈加个微信 也是直言要找就找个好的 要不就不找 大妈听着是一阵脸红 两人就这样相亲成功了 你们觉得最后两人 到底能不能成为一家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哟 喜欢看的可以关注我 持续更新老年人性 现实相亲路 孤独感可能是会贯穿人一生的情绪 而最容易被孤独吞噬的阶段 可能就是老年阶段 尤其是单身的老年人 这种孤独感 说不清 道不明 有一款爆火的老年相亲节目 正好给这群人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 今年59岁的黄大爷 就想通过相亲节目 找一位心仪的老伴 红娘得接受了57岁的叶大妈 两人一见面 黄大爷对叶大妈是非常满意 其实还行 小区环境还行 是不是 你好 来小妹 来请听听 我叫叶严霞 叶严霞 叶严霞 这是黄长海 黄大阁 来你好 你好 你好 这丑子挺嘎的长的 长的什么 长的挺嘎的 小五官是吧 小小玲珑是吧 铁领的 铁领的这一块就是挺嘎的 咱的嘎的就是 咱的挺嘎的反的 也不好看 但是挺嘎的 看黄大爷激动的 地狱画都给整出来了 既然看上了叶大妈 黄大爷就想好好表现一下 于是黄大爷就带红娘 跟叶大妈出去吃饭 个头玩了 基本上差不多少 挺半倍的 不要换血了 咱那个正好赶在中午 你头一次到我们铁领来 是吧 你是不是头一次来 赶到中午了 咱那个 我们那头热多了 比香饭都热多了 真的吗 你们说得比我们 常常热可多了 热可多了 是吧 你都搞好 我觉得你是找着一个小饭店 你跟我过日 你招不着队 我还有那些烦 条件还不错 吃的穿的 都不用你管 在去吃饭的路上 黄大爷频频向叶大妈示好 你以后跟着我就吃香的喝辣的了 可是看叶大妈的反应 似乎很平淡 吃的穿的 都不用你管 一个月呢 带给你点零花钱 给你个千八的 我也不希望你 就是说你 你出去打工 你给我看个 看家网门 就行 就不用大姐 就不用大姐 是一小孩的 不用你 操得 来着就去享福 是不是 对对对 面对黄大爷真心实意的表白 叶大妈的态度 让红娘心为范嘀咕 红娘找了个时间 跟叶大妈单独聊了聊 叶大妈的这种态度 黄大爷自己也感觉到了 很快 还是要多交流一下 找一个吧 个头怎么比我得高点 你怎么得一米七左右的 这一个这点吧 我就有点遗憾 有点瑕疵 本来叶大妈就嫌黄大爷个头有点矮 这又听说还有软骨病 叶大妈就更不同意了 面对叶大妈 提出做朋友的建议 黄大爷也很干脆的表示 别为男人假了 虽然黄大爷表现得很洒脱 但是他心里却并不是这么认为的 别拿我眼睛 你想得我便投了 男人们不带身高 虽然我不搞 虽然但是我呢 挣的钱呢 说我能想撑你这个家 说我能把这家挑起来 我能让我的媳妇能想 在我身边能想到苦 我相信你能够找到 我后面整理为最好的伴侣 没有好身体 你就是50岁我也不敢 最起码身体好 状态好 我就怕找到室儿大的 跟我走不到一块 漂亮大妈来相亲 现场向大爷提出大胆要求 大爷也是沉着应对 结局舒服了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比较特殊 别看她岁数不小 但却仍有一颗少女般的心 你是粉色控啊 对 都是粉色的咋 暖色 我粉暖色 大妈是个颜色控 对死亡芭比粉情有独钟 从什么时候就是一直穿粉色啊 60岁吧 60岁开始 年轻点不穿的 年轻点不穿的 太大眼了 太鲜艳 年轻的时候不穿粉色啊 现在能这么喜欢 老了嘛 老了翘嘛 大妈不光是在穿衣上爱美 在化妆打扮上也绝不输年轻人 你这刷眼皮是后整的不 刷眼皮已经整三四年了不差不多 你这个睫毛啥的 是不是也是姐的呀 你看是吗 刮的呀 刮的嘛 不是假的呀 玩吧 该说不说 大妈是真年轻 外表上看绝对看不出是快要70岁的人 这和她年轻时的爱好有直接关系 从小就是打球啊 赛跑啊 啥都干 就二多岁前 在单位啊 每年运动会啥就都得老多奖品了 因为身体好 四十多岁前还自行说比赛 拿第一 无了爱运动外 大妈的感情经历也十分丰富 不久前她刚刚结束了一段婚姻 刚分手我还不到三年 大妈的前老伴喜欢炒股 但是心态却不太好 那次因为大妈的一句话竟当场动了手 老伴的无情让大妈一气之下选择了分手 但没想到分手的第二天 老伴就另寻了喜欢 她比较优秀啊 长得也帅 她也不老 甚至比我年轻 可我分手第二天就让别人接走了 啊 第六天就跟人登记结婚了 对于老伴的背叛 大妈也不觉得什么 因为她自己的身边也不乏追求者 只要我一露面啊 肯定有加我朋友的 但基本上都年轻的 都五十多岁啊 六十多岁都少 我就基本上都不加 也许是大妈的长相过于年轻 所以很受五十多岁男士的青睐 但大妈却始终选择回避 因为在她的心里 一直有着这样的顾虑 你不就喜欢比你岁数小一点的吗 那小一点的 你说小十岁把岁能行吗 小十多岁啊 因为我没有很多存款 我要找小的吧 养不起 我要有个百八十万存款 我找个小的还行 原来大妈不是不想找小的 而是担心自己经济实力不够会养不住他们 另外大妈还有着独门的保养秘籍 我也不怕你笑我好 女人的卵巢要不保养好 谁老就是快 就是找 女人首要的任务就是保养卵巢 分泌护尔芒 分泌那个秘速 对身体有好处啊 嗯 甚至年轻态 年轻化 了解了大妈的情况之后 红娘给她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 介绍一下 好 二人坐下后 大妈首先提出一个她关心的问题 你孩子支持你再回门 支持 这感情出好了 这以后到老了都有个照应 而对于双方儿女 大妈也有着自己的观点 儿女都大了哈 咱们不给她们增加负担 但是她也不能回去收花咱们 对于未来的婚姻 大妈只想找一个老伴 远离儿女安心的过二人世界 大爷的方方面面都比较适合 但大爷过两天却要离开吉林 我就过两天出门 我就深深过冬去 一听大爷要走 红娘和大妈都急了 你走走半年 这一年都六十几了 这能不能就给她一块带去吧 或者是你俩一块过年去 听了红娘的建议 大爷的态度似乎并不明朗 这时大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的时间是精着做的 这样吧 那个你先去 你该去去 咱们先了解了解 如果要真往一块走的话 我后娘也行 安排好这件事以后 大妈又说出自己的一个顾虑 没有好身体 你就是五十岁我也不跟 起码身体好 状态好 我就怕找的事大得跟我 走不到一块 面对大妈如此艰难的要求 大爷如实说出自己的身体状况 起初有病以后呢 我们不能到一块 到一块以后呢 身体受不了 她脑子疼得厉害 咱比如说泰嘎四多年了 在这方面 多少自己春天的事 感觉好像还可以 现在这方面并不是说 挺强烈的那种 不能说是不行 但是呢 咱不能说是挺好 这个很大不了 大妈一边听 一边细品着大爷说的每一句话 然后他再次强调了 生活的重要性 虽然这个年龄了吧 但是又没有这方面 调节的夫妻感情的话 好像很难走到最后 因为这个是增进夫妻感情的纽带 是吧 没有这方面好像是感情会不深 我是这么想的 那你们两个的综合意见呢 处处看吧 最后二人的相亲宣告成功 大哥 你到底有几套房子 你们大家干啥 不但说那事 就几套 把有地方住就行呗 我是作为一个中间人 我得去大姐问问 啥有地方住 有地方吃就得呗 那绝对不成问题 我跟你这口气啊 差不多吧 画面中 这位说话说得如此直爽 毫无顾忌的大爷 就是今天来相亲的男嘉宾 那今天大爷能抱的美人归吗 李景福李大哥 李景福李大爷66岁 李建材店老板每月收入 6000至1万元 有房 李大爷的老家在辽宁开园 来长春已经有40年了 现如今经营的这个建材店 每天客人接种而至 我买的开关也是 开关也都在这买东西 人家是老店的 在这很长时间了 都认识啊 对都认识 我们买东西都上这买 李大爷说 店里的生意每天都很忙 因此自己就住在店里了 我看你这卖的东西挺多呀 我说几天开门啊 五点的六点的 那都睡一会不行吗 多数一敲门来 电话打过来了 这么早就有客人 有的就工 有五点就上班 你上班的秋剧 你不知道来久了吗 那你这一天挺忙啊大哥 就是忙 最说李大爷这店的面积并不大 但是厨房厕所 确实面面俱到 厕所啊 确实啥都有 平时自己做饭吗 愿意做就做 不愿意做 就是买 这是厨房吗 这是厨房 哎 就临时的 你看这围县间 我自己改的 围县间是自己改的 这倒是自己改的 接着 红娘问李大爷 将来取老伴的住房问题 你到底有几套房子 哎呀 你问他干啥 我不当说那事 几套 把有地方住就行呗 我是作为一个中间人 我得替大姐问问 我问啥 有地方住 有地方吃就得呗 晚上还 绝对不成问题呗 我给你这口气啊 差不多吧 看得出 在李大爷的眼里 买几套房 根本不成问题 李大爷的拒绝回答 让红娘有点为难 如此风光的李大爷 刚来长春的时候 条件也是很艰苦的 长春大爷 显示住一个房子 拔不起一个月 突发 他冷到啥分钟 这个墙是大批的 这个报纸晚上一贴 那就出一下来 就那样 特别冷 所以当时的李大爷 几乎什么活都干过 但真正挣到钱的 那要从他干水暖说起 因为李大爷有着超出 常人的技术 所以他挣到这么多的钱 别看李大爷的日子 过得越来越好了 可在十年之前 他却与妻子 因感情不合而离婚了 现如今 三个女儿都已经成家 孤身一人李大爷 想为自己找个办公度余生 那李大爷对找 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了解了李大爷的要求后 红娘很快找到了 符合要求的张凤英 我让红娘谢谢你 这位就是今天来 相亲的女嘉宾张凤英 张大妈 63岁 丧欧 每月收入3000元 住房情况 与儿子同住 张大妈现在与儿子住 从事家政服务工作 老伴生病去世 已经十几年了 可现在一提到老伴 张大妈还是非常伤心 张大妈也知道 那个曾经爱着她的老伴 已经成为过去世了 现如今 她也想为自己找个办 那张大妈对找另一半 有啥要求呢 根据张大妈的要求 于是红娘立即安排 她和李大爷见面 那这两人会擦出 怎样的火花呢 刚刚见面 两人都说出对彼此的印象 可李大爷觉得既然人都来了 出于礼貌 也得坐下来了解一下 刚刚坐下 便利就有客人来了 李大爷在招待客人时 张大妈竟做出了这样的动作 对于张大妈擦桌子这一事 李大爷对张大妈的好感度加了一分 顾客走后 李大爷终于可以坐了下来了 保解了张大妈的情况后 从李大爷和自己说话的态度中 让张大妈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 而李大爷对此点出这样的解读 其实我们从画面中就可以看出 李大爷根本就没相中 张大妈的长相又不好直接说 没老宝只是一个借口 而接下来 李大爷又从张大妈的属相中找出问题 关于李大爷所说的 猪猴不到头 张大妈说出了意义 经过红娘的追问后 李大爷才说出了实情 最后两人的相亲失败 对于李大爷原本就没相中张大妈 还找各种理由当借口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给他一面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